嗨,大家好,我是老罗 你一定有吃过波士顿龙虾 但你不一定知道波士顿龙虾的小故事 第一,你知道它其实不是龙虾鼠吗? 属于美洲熬龙虾 而它的鼠名除了波士顿龙虾 还有免因龙虾跟加拿大龙虾 但波士顿其实不产龙虾 只是最大的集散地才会以此命名 加拿大的产地比美国的肉质更Q也更甜 所以加拿大的价格也会比美国稍微高一点 第二,你知道它的寿命有多长吗? 如果环境无污染又没有捕捞的话 它可以活超过50年哦 而它幼年期一年大概拖两到三次壳 成年之后每年大约拖一次壳 当拖壳换壳的阶段被捕捞上来 就是软壳龙虾 而在换壳之前就是硬壳龙虾 硬壳龙虾的肉质饱满Q弹 软壳龙虾肉质比较容易软烂 所以硬壳龙虾的价格才会比软壳龙虾的高 第三,从小鸭变天鹅 你知道17世纪英国穿越大西洋 抵达美洲新大陆的时候 因为物质匮乏,食物难取得 所以只能吃最方便取得的美洲熬龙虾 据英国的历史学家威廉先生说 当时一个海浪打上来,龙虾都可以堆到两三英尺那么高 就像海中的蟑螂一样泛滥 随着经济条件变好之后 龙虾就变成罪犯跟奴隶被强迫吃的食物 还因为天天吃龙虾发生了暴动 最后才通过法令 一个礼拜不能吃超过三天 如果有时光机,大家应该都想回去当罪犯 谁想得到现在变成高级料理 第四,你知道他的表情是谁吗? 就是借访天皇教道餐的法国蓝龙虾 是欧洲熬龙虾属 物以稀为贵 因为长得慢 而且肉质比较细嫩鲜甜 带一点桂花香 而且波士顿龙虾长越大 肉质越老 美味程度会扣分 但是蓝龙虾不管多老 肉质都一样细嫩 所以越大吃越珍贵 最后要介绍冷冻技术 波士顿龙虾有分活体跟冷冻两种 而冷冻的又分生动、导动 或者是UHP超高压冷冻 生动就是活体冷冻 价格比活体便宜一点 只要冷冻温度控制的好 品质很OK 导动就是死掉之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通常就是海产商活体没有卖完 龙虾死掉了就把它冷冻起来 品质又好又坏 所以价格最便宜 品质最好的就是 硬壳波士顿龙虾 或者是UHP超高压冷冻龙虾两种做供应 所以你们吃到的龙虾才会Q弹饱满又鲜甜 现在产季购买活体很划算 加入我们赖好友订购 想独家的优惠 本周蓝龙虾到店 有天皇教道餐可以吃啰 那就明天见啰 03553-6182